有天晚上,咸咸突然对我说,永远不要盼望,浪子龙回头。 咸咸喜欢的男孩很帅,也会玩,朋友圈没有和异性的照片,但每天晚上,无论是在酒吧还是酒店,身边总会跟着一个姑娘,就是不同的姑娘。 咸咸关注了她的微博,每天都捧着手机,刷新她的动态,看到她心情不好,咸咸也愁眉哭脸,巴不得第一时间出现在她身边,安慰她,看到她和朋友在夜店玩得正嗨。 咸咸就更愁眉哭脸,嘴里念叨着她今天身边会是哪个姑娘呢? 后来我们就看不下去了,咸咸其实很好看,身材好,人也乖巧。 我们说,你喜欢她就约她出去玩,坐着不动,她又不会主动找到你,这是咸咸才告诉我们,其实她们一起吃过几次饭,男孩也表示过对咸咸有好感,但咸咸都找借口,岔开话题,我们就问为什么,这么好的机会还不赶你上了她再说吧。 咸咸说,她是个有故事的人,也是浪惯了的人,我在她面前就像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,就算我回应她,我们最多只是睡过而已。 我问她,能不能等等我,等我考完试,在一起玩,等我变得更好,更成熟之后,再在一起,就这样,或许我就能抓住她了。 朋友说,那你就等吧,最后你就会发现,你喜欢的人,别人已经睡过了。 后来有一天呢,那个男孩发了一条动态,定位是一家酒店,当时我和咸咸还有几个朋友在吃饭,突然有个朋友就对咸咸说, 你看,我这个朋友和你喜欢的那个男孩在同一家酒店,诶,晴晴一板,抢过手机,然后一下子黑了脸。 我拿过手机来一看,他们不只是住在同一家酒店,还住在同一个房间,虽然不是同一个角度拍摄,但地台上散落的毛巾,真的一模一样。 从那天起,我们就再也没有从咸咸口中听到这个男孩的这个消息,直到那天晚上,咸咸突然给我发消息。 她说,我想,我可能喜欢上了一个有故事的人,可我不想听她的故事,更不想成为她的故事。 我知道,她和有故事的人说,爱我爱太年轻,而且一般结果都很惨,不要妄图去终结她的故事,浪子永远不会回头。 浪子永远不会回头,有朋友说,行行喜欢的太小心了,如果当初放开一点,说不定就会有故事了。 有一句话说,撩的都不是喜欢的,喜欢的都是小心翼翼的,最初我不懂,我想喜欢一个人,就该去撩她,就应该告诉她。 直到我真的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,我突然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,真正喜欢上一个人,你突然就变得很卑微,觉得对方哪里都比你好。 那种感觉就像,哎,你是一个浑身脏兮兮衣服,破破烂烂的小孩子,突然走到一间屋子的门口,屋子里面金碧辉煌,桌上摆着可口的饭菜,家具整洁干净,你肯望走进去,在沙发上坐一坐,在床上躺一躺。 就当你排脚要踏入门口的时候,突然发现自己脚上穿着一双满是泥土的那种,无论你有多好,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,就会开始自卑。 你连和他多说一句话的勇气都没有,生怕说错了什么,和他说话的机会都失去。 我想让你等等我,等我明白更多道理,等我更强大的时候,我们或许就会在一起。 这种想法其实挺可悲的,14岁的时候,你和同伴男生互相喜欢,他成绩比你好,打篮球的样子很帅,你腼腆着对他说,你要等我变得更好,等我的名字和你一起出现。 在成绩单前三名里,他会笑着摸摸你的头说,好,他会帮你补习功课,会把自己的笔记贱你。 你觉得这样的爱情真好,你以为这是因为他人好,那就错了,这是因为他还单纯,他还意识不到自己长得帅,有很多女生喜欢,也想不到有天会收到高年级学姐送来的情书,更别说因此打入学生干部社团这种事了。 因为单纯,因为还没见过太多花花草草,所以他就把你当成唯一,但你得明白,人走的路越来越多,见过的人,事物也越来越多,随之你。 而在你19岁的时候,喜欢上一个20多岁的花花公子,你问他你能不能,等等我,等我再长大一点,等我更好一点,我们就在一起吧。 他也会笑着摸摸你的头说,好,他第二天晚上就睡了。 另一个凶大摇洗的姑娘,你以为这是因为他是人渣,你责怪自己为什么不能快点长大,你又错了,就算你现在无论在这个年龄还是阅历,或是事业上和他相差不多,他第二天还是会睡另一个姑娘,而你是19岁还是20几岁,对他来说,不过是紧不紧的区别罢了,浪子就是浪子,他不在乎你是喜欢他还是爱他,你不在乎你到底有多喜欢他, 或是多爱他,他在乎的是你,所以说,很多时候,你喜欢一个人,有没有结果,和你长得多好看,对他付出多少,真的没关系。 这取决于你喜欢上的人,那是什么样的人,就像琪琪说过的,那如果你喜欢上一个有故事的人,你或许会成为他的故事,但他这一辈子会有很多故事。 前几天和闺蜜们聊天,他们说,以前谈恋爱,取决于有没有心动,现在谈恋爱,取决于对方给你送了多少只口红,多贵的包,我说,如果我现在能因为一个人送我礼物,给我许下承诺,就喜欢上他该多好啊,那样的话,谈恋爱太容易了,两个人在一起高兴了,就互相送礼物。 他和路边野花暧昧,被我发现一送礼物,就马上和好,如果爱情能靠金钱维持就好了,那,他们问,那你现在喜欢什么样的? 我说不知道,估计我喜欢不浪的,我喜欢过很浪的人,也被很浪的人喜欢过,但无论是喜欢还是被喜欢,当我知道他和别人睡过之后,都像吃了八百只苍蝇那样,感觉恶心。 其实浪子总会有回头的那天,但在他回头之前,你千万不要相信,能让他回头的那个人会是你,否则你会发现,其实你喜欢的那个人,就已经被无数人睡过了。